最後如果我們是今天就寫了一個批次大樂透下載 但是會有個問題 比如說你隔天或隔幾天或隔一段時間 你要再抓資料的話 會遇到一個問題 你再重新跑一次會怎麼樣 他又開始亂了 但是又回到最早之前的原點 變成說你又要把舊資料刪掉 有沒有 然後再做資料剖析 所以最好還是把後面的程式 當然這個後面的程式我已經把它放到雲端上 邏輯跟剛剛手動的邏輯是一樣的 有沒有 排序 然後把範圍選到之後的話 利用Rows把它Delete 有沒有 所以這個執行一下 這個有了 然後再增加6個號碼 有沒有這個6個號碼 我是寫了一個1到6的一個回圈 這1到6回圈就出來了 有沒有 1到6 OK 然後再來做資料剖析 那這個資料剖析就是錄製去集之後 把它放過來 所以資料剖析 有沒有 資料就剖過來了 有沒有 剖過來 然後再來就刪除B欄 把B欄刪掉 頂多是多一個自動調籃寬 有沒有 籃寬就排整齊了 那最後的話呢 可能 如果假設你要把這些全部串一起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再增加一個Sub 把上面的動作全部用Core Core有沒有 所以上面總共有5個Sub 那我可以寫一個整合型的一個Sub 這樣一鍵就可以完成了 OK 所以你看按一下 全部就可以把這些事情給完成了 那因為這個的話其實滿花時間 細節的話恐怕我就沒辦法說了 所以你們自己有有興趣的同學 就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然後今天的重點基本上就是 批示的爬取那個大樂透資料 並且得到最後的結果 OK 就是這個什麼 把那個前七名的結果給寫出來 所以我們有寫了一個前七名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是今天可能有一個伏筆 也許請大家回去想想看 如果有時間你再想想看 就是我目前的寫法 是 只要是它的排名是小於等於7 就直接放過來 結果好像不太對 仔細一下 弄一下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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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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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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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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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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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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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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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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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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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5 9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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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